Hello 大家好,我是Djong VL 身处在游塘与调景岭之间的一座山 照镜环山 今天用了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没有上到五桂山,也没有去这个魔鬼山 只是上这个的照镜环山 是这个的调景岭上来 简单,走一条短路上来和大家聊聊天 聊了什么呢? 早前我和大家说过 在影片里略略提过我咬过柴 之后如何去处理 和大家说有时间分享 今天走过短路上来和大家聊聊天 话说在八月尾的时间 有一次我拍了一条比赛的试图片 跑越来的楼梯级的时间 就一个不小心拿着镜 那部机器就开着了 给大家看看 那我就说,哎,跑了下去了,可以跑了 接着第一个PK就在钟前 一口气 那时是痛到嘎嘎嘎声 最好笑的是看一条片 我的镜头还不停拿着镜头 很痛啊 一个人那时候想着 哎,PK这只大劑了 那怎么下山呢? 到最后休息一休息之后 量度个位置 我结果是顺着那条山径 继续拍到我愈下的那条片 那条片我不会告诉大家 是哪条 不然大家看看我怎么拐下拐下拐下 我尽量都不多觉的了 那OK 那好了,那回去就不断呼兵 就是跟属者一样舒缓 那些应该没什么事 那不得因为我自己都是崇尚 就是个人是有自我恢复的能力的 那打算休息一下就没问题了 而且9月初仍然有些答应要一起行山拍摄的承诺 然后休息几天也没什么 之后去了大婴山拍了一个三弯烟的其中一片 应该还行了20多公里 其实有点拐下拐下,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接着回来就和经人聊天,就是大家讲了这件事 他就分享给我,其实你不如去看看 他说有个朋友,就是之前看过痛症的治疗 他说都ok的,他就知道我拍片 他说如果你去试过ok的,你先试过,如果ok的话 你可以分享给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 因为很多人,他的说法是因为很多人有点痛症 但又没有去治疗好他,不断拖着的时间 就做成一些旧患 我觉得试下都ok的,我一向是比较稳定 我自己试过觉得ok,真的可以的 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或者有些人有需要 因为事实上身边有些朋友 有些痛症很多年都跟着不了 那就尽管去试下 既然自己真的有些伤患要处理 又有这样的机会,就尽管去试下 去到过程,其实我做了两件事 首先,那一刻我自己在心里想 其实我也在康复当中 尽管看一看模仿 去到的时候,我就做了两部分治疗 有个正骨服位的治疗师 就帮我试一下 他不是只是帮我看整身的位置 帮我捏了整身的骨 有些地方可能是有些移了位 但自己不知道 还有脚曾经咬了的位置 最关键是他和我做完之后 他感觉到我的脚骨 是有少少弱的位置 那和我做一些伸展,拉直 事实上是感觉到 那个弧度是多了一点的 他的说法是 如果你的弧度不够 你个人其实很容易累 还有我们讲做运动的时候 发挥是会受到影响的 而最后呢,就帮我脚的位置 某些位置是感觉到我还有痛 始终因为我还没有康复 那和我做一些伸位的动作 他说得挺对的 我都觉得是OK的 因为说 其实你是会自己康复 但你会删斜了位置 那久而久之那些 就是一些伤患 即是发挥不了最好的过程 即是表现 我觉得又是 即是你是会好 但可能会好之后 你的位置可能会删斜了 这个我觉得是我自己 过往忽略了 而第二个 就是做了一个深层的筋膜療程 透过一些仪器 和我去 我想那些叫电疗 和我弄回深层的筋膜 那个过程呢 是先苦后点 痛到妈妈声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都OK的 做完真的很舒服 隔了大概一个星期 那时候我没有拍片 纯粹去试一下感觉 去感觉一下究竟是否OK 真的觉得不错 有些成效 第二次就去拍些小事 分享给大家 那和我经历一起去的时间 我痛 即是那个深层的治疗 那一刻 灰下去呢 我那一刻尖叫声 是不得了的 拍了一点点过程 分享给大家 看看会不会可以帮到大家 一些长期有痛症 或者有些伤患 但又觉得未是跟着得好的呢 即是可以叉猫 去片看看 一边看着我治疗时候的画面 一边给大家一些资讯 大家参考一下 咬茶的日子大概在8月20日 大概休息了5天 之后就如常活动 在9月头 还玩了个3弯2 澳联成3尾段的10-20k距离 在咬茶后的两个星期 我就做了我第一次的正骨伏位療程 第一次来做的时间 就纯粹想着来做療程 没有想着拍任何东西 过程就分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正骨伏位的治疗 首先治疗师就帮我来一个全身检查 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伏位 其次就是帮我检查咬茶那只脚的伤势 而第二部分就是做一个叫做深层肌筋膜的疗程 在第一次治疗之后 我玩一个25k的山路比赛 感觉到身体的肌肉发挥 和脚的康复进度都不错 于是就决定在第二次复诊的时间 拍一些画面分享给大家 隔了两个星期之后来到复诊 治疗师就跟我对比两个星期的康复进度 看看我的腰椎情况有没有改善 坦白说我身体没什么痛症情况 纯粹有时做运动过劳的时间有点酸痛 治疗师就只是跟我拉松一下筋骨 对喜欢打骨骨的人来说 这个绝对是一种舒缓的享受 除此之外 当然要看看我的受伤的脚 康复进度如何 其实受了伤之后 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之下通山走 我都习惯了 但大家千万不要学 在康复的过程通山走 最容易感受到的是 你不弄到伤患处便不痛 但你一弄到伤患处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其实你未完全好 而透过治疗师帮我第一次做的复位疗程 在我做通山走的时候 感觉到硬硬的情况的确是少了 很明显他的伏位治疗 是有助加快我的康复进度 而除了正骨伏位之外 今次我也是继续做一个 叫深层肌筋膜的重塑疗程 筋膜炎大家就听得多了 但原来很多慢性的痛症 都是由肌筋膜炎造成的 不如我们听下 如何透过疑气 解决深层肌筋膜尖黏化炎 透过疑气去放松整体肌筋膜的结构 将炎症排出并提升肌筋膜的弹性 我帮你做好像你的臀腿痛 其实不仅是打击肌筋膜 你让我打上腰胸肌筋的位置 为什么要打松那个位置 因为它是拉住的 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你永远的痛症就不太好 今天很微妙的 他只是头顶拉到腿尾 他只是那一半 我可以给我们做一个 代表给你 很多患者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痛那么久不好 其实很简单 譬如你伤了这个位置 那他拉到哪个位置 他拉到下面的 那其实你如果那里伤了 他会怎样 他会尖黏 他会紧缩 他一直在发现 那其实他紧缩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弯住下面 是不是他都会收紧了 他都会写力 所以其实为什么 我会痛那个位置 因为我常常感受到痛的位置不好 其实最主要可能你受伤 如果受伤就不受伤 通常我都会帮他做小型 或者帮他做大型 他说感觉很近 好像上次有个客人 他蹲都蹲不下 很长时间 如果他蹲都蹲不下 他都做得好一点 其实那次很紧 他做了一个押筋 以后他立刻 当日就可以蹲得低 他其实是 整群的骨筋网都很紧张 他连蹲也有可能 他连膝头膏都同 其实他的膝头膏痛 真的不跟他的膝头膏 因为都会鼓励他 其实你痛十来二十分钟 你的痛楚真的可以 平时的痛楚 他痛得还有一点热 为什么 只能跟他发现 他会有另一种感觉 真的跟他分身上 才会痛 左边痛 虽然治疗的过程 有部份时间是比较痛 我痛到连脚都扭曲了 但是痛完之后 真的很舒服 如果你喜欢蹲骨 你就容易理解一点 未必下蹲骨的过程都那么舒服 但是踏完之后 一身鬆散的感觉 就是非常之正的 前后两次的療程 非常之不错的体验 我可以建议大家 如果有长期痛症 医极都不好的话 即使可以试一试 或者是帮到你手 而如果你是跌倒扭倒 好之后 觉得硬来骨落 不太顺 可能是移了位 即管去找治疗师看看 有问题 早跟治始终是好一点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OMIA 身处在这个 调颈岭附近的维港湾盆 现在准备由这个维港湾盆 旁边的方向 走上去调颈岭的山 叫吊镜环山 不是吊镜环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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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队长JOMIA 接着在调颈岭站附近的维港湾盆 准备在这里出发 行这个照镜环山 全程大概四公里左右 时间现在就三点多钟了 想着本身可以在这个时间上到去 在魔鬼山那边下山 沿着这个五桂山附近的位置 可以看到一个很美的日落 现在天色就不知道到时候 看到了 那来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这个调颈岭站下车 A出口 接着沿着唐延路的方向 维港湾盆的旁边一直向前行 现在会接回到这个奥景路 沿着奥景路上一段斜路 接着再跨上这个照镜环山 照镜环山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将军澳华油永远墳墳 后面那个山就是了 这个照镜环山呢 其实有几个目的 第一就是呢 这条将军澳大桥呢 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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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在这边上去的时间呢 就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个近点 有你的位置可以放转飞机 而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 都有一段时间之前 在电视就说 这里通了一条路 可以走过去 将军澳华油永远墳墳那边 就是说去拜山的时候 鼓励一些人在那儿走过去 不要在游堂那边搭车 读如处礼等等 一直都没走过这边 那想试试在这边走过去的距离是怎样 其实照镜就不太远 那些是离岭距离是去到墳墙那边 经理人问 刚才这条是车路还是有远路 那刚才我进去的时候 有阻隔着的 我想是可以走到车 但是无端端就不让你走那只 我们已经走过一段路 一段距离都没有车 会看到很近的 張军澳大桥 刚才看看这条桥 没有长距离 的一只离岭 就通過到對面莊君澳那邊 在這條華永恆運徑 即是華人永遠墳長的行徑 放一轉飛機在這裡飛出去 自己衰的 早晚沒有這個航拍限制這麼大的時間 都想飛一轉但又沒有做到 現在有規例規定了 又不飛得高又不飛得遠之下 只要在前面繞個回合就算了 在這裡放完飛機之後又要走回頭 我們回到奧景路的位置 上這座趙鏡環山 這座? 對 這邊這座 下回來後都描述一下這條行人徑 這條行人徑的直去其實可以回到里漁民方向 其實可以回到聯安古道石礦場那邊的方向 如果你不想上大山 想走一些平溫的路段 這些都可以走一下 經理人知道剛才我走這段路 純粹是放航一下 坐下飛機拍到橋的時候 他有一點不滿 大哥 出來走一下就隨便到處都走一下 還有 那個位置近放飛機 因為要走高度走距離 是不是? 體驗一下 我們現在走出去轉左邊就上山了 我們要走一條路在那邊 但是被鐵絲網封住了 我們要走到維港灣的中間位置才有機會去那邊 如果不是看橋的話 不要過來這邊 OK 如果不是看橋的話 不要過來這邊 直接在那邊上 OK 雖然不是看橋 但其實我第一次過來這裡 我覺得這裡的優氣環境不錯 很多人跑步 踩單車城 周圍是挺舒服的 其實這次我特意過來走這個山 就因為趙鏡環山的名字 你知道趙鏡環前的名字嗎? 他不知道 那時候的名字叫釣鏡嶺 真的嗎? 是啊 就是我剛剛說那個嗎? 是啊 釣鏡嶺 然後人們覺得不好看 就叫他趙鏡嶺 真的不知道 但是其實原來 釣鏡嶺之前 他真的正式有一個名字 就叫趙鏡環 但是不知道 趙鏡環照著下就叫一條頸嶺 可能是因為有人在那裡自殺 然後就叫一條頸嶺 然後就叫一條頸嶺 然後又不好聽叫一條頸嶺 實際的古名叫趙鏡環 所以這條山叫趙鏡環山 那之前走過的啦 不過就趁其他山走 今天就想輕鬆走過山仔之魚 就在那邊看日落 希望能夾到一個時間 我們望見盡頭 真的要出一條大馬路 旁邊的位置 然後才屈回另一邊 出來是這個位置 驚人非常笨 剛才有沒有走1K 2K OK 我們沿著旁邊的路過 由這個方向上 照近環山 我也是第一次 看回地圖的顯示 近華榮經 可以放完飛機之後 沿著澳景路 過去這個照近環山 如果真的太久沒有來這邊 過往我們跑步的時間 都可以沿著澳景路 跑過去遊堂 但是這次來到這個位置 原來後門已經下閘 過不了去的了 幸好是我們剛剛來到的時間 有村民環局的鐵閘 我們可以順便跟過去 去到澳景路的時間 又見到很多人行山跑步 以為前面的閘口是開放給公眾使用 時候問回將軍澳區的朋友 原來那裡都是私人地方 各閘都不是開放給大家的 究竟我在澳景路見到的是街坊 還是另有通道呢 真是不得而知 但既然不是開放給大家的 我又介紹過另一條路給大家上山 幸好拔山尾過了閘口之後 我們進入了澳景路 坦白說 不走到來 又不知條路不通 如果你是這裏的居民 沿越斜路上 1.7公里 就去到入山的位置 而如果你不想走斜路的話 在遊堂那邊 搭的士過來 去到入山的位置 落車都OK 而如果你不是這裏的居民 又不想搭的士進來的話 就可以選擇在 善明村那邊後面上山 片尾的QR谷路線 我都會建議大家 在善明村那邊上山 那條路我就沒走過了 但也應該是OK的 而這條車路 就只可以為這個 維港灣伴的居民 就聽說好像是斯嘉路 誰是誰非 我都不敢說 我都不太清楚 總之是一條很麻煩的路 它是連接這個九龍 和這條頸嶺的一條道路 但偏偏就只有這個屋 才可以用得到 很特別的感覺 我只是這樣描述 OK 好了 距離我們地圖上顯示過 入山的路口 還有200米的距離 驚人忍不住 問我們是否在上山 這條路斜的當然是上山 只不過是沒有回到山徑路段 他說有點悶 那也是的 那其實呢 正頭正路應該是 在衛奕順徑那邊 有兩條的山徑可以上去的 但那邊就經常走 這邊反而少一點描述 那就選一條少一點走的路 如果不是走過的話 又怎知道 那條華人徑 還有這個奧景路 是接不起來在一起 而那條奧景路 去到盡頭 多了一個閘 是過不了的 要在另一邊走的 有些路是要試過才知道的 不碰壁 又不知道是哪個位置坐的 OK 哇 那條路很精彩 你每一走都哩哩聲 OK 那條路我是沒有走過的 又 路口上到頂 大概200米左右的距離 坑星是90米左右的海拔 斜不斜 站不斜 難不難 對不起 沒有走過 但上去 遇到日落的景致 應該可以的 咦 樓梯級 看看是不是這裡 好了 來到這條路口 原來是樓梯級 是寫意可以通去慰液信敬的 他的神情 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OK 但待會上山 當然不是樓梯級上去 就盡上山頂 上這個照鏡環山 那段山路 都是黃土來路 好 樓梯級上去的位置 來個回望鏡頭 後面的座山 就是五桂山 這座起起伏伏的五桂山 看到有些接收站 還是發射站 有些方方的頂 看不到 那個位置 有個沙堆 頂上有兩個白色的東西 哦 對 那裡大概是五桂山的頂 來到這個位置 先來這個位置 平常很少在這個角度 看過去看這個五桂山 現在這樣看 原來是挺漂亮的 真心說挺漂亮 OK 我覺得這些石很漂亮 這裡就是樓梯級的位置 落到奧景路 再上來 這裡就是慰敬 真的經過那些石來路嗎 不是 石後面有路 那這裡起起伏伏 起伏伏 山細很漂亮 你平常走的時候 又不多角 現在這樣看過去 真是很漂亮 真是很漂亮 不是開玩笑 剛才這條奧景路 就走到有點貓貓聲 但一上來這裡 有些風 開始覺得有一點點回報 還有看外面的景色 都算是漂亮 最可惜的是 今天天色 竟然蒙蒙蒙蒙 其實我為什麼今天走來這裡 因為早上去試路 試魚羊的越野菜路 經過這裏下山的時候 看見日落景色是很漂亮的 我之前已經拍過影片 說過那段是很漂亮 一直都想和驚人走過來這邊 但就值得想見 那次走完之後 不要等了 不如就過來 大家過到來 今天天色很一般 不知一會看到什麼的景色 但是過到來這裡這一刻 天色就很一般 灰灰蒙蒙的 這樣未必看到過很漂亮的落下景色 你不幸運 浸風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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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不到 就下次再來 上次我們走的時候 在油棠站 幾多人佈住在油棠站旁邊 拍日落 是真的很漂亮 來到這個T字路口 我們沿著左邊上山 右邊可以接到衛敬的方向 今天很開心走這些路 終於可以走一條山路 他開始像山人 雖然未到片尾都要說一句slogan 難又走一又走一走 總有一些路是走過好會再走 有些路可能是你沒走過 不知道好不好 但你都要試一下才知道OK的 我覺得在這邊這條山徑 這裡我都沒上去 但是來到這邊的山徑 我覺得都OK 可以說 我上次上照鏡環山 在這個位的上景那邊上 那條路不算太好走 但現在這裡是修輯漂亮的山徑路 來的 拍給大家看看 不覺不覺到了頂了 OK嗎 這個 這個頂來的 是不是有點失望 有些喜悅 我們剛剛這個位置上來 好路啊 這條路上來是一條漂亮的路 我記得走前一點是看一個很漂亮的橋景 走前一點看看 在這一座的發射站 發射還是接收呢 不然是說錯 總之有座椅的外邊 這座椅是管轄著這個 將軍澳區的電視機 這個位置 就是這排位港灣伴 剛才我們要跨過去 是 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但是杨茜茜 零枉茜 水途之力 runs 我的天赏 神给大家 למ� 那邊是那邊的方向 那邊是回到馬牛堂的方向 後面是一塊拱起的東西 應該是大東西 九龍最大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竟然查電話 你問Google九龍區最大的山是什麼山 他已經很聰明了 認知多了 給他一點時間,自己檢查一下 這個垃圾多度,要舉報黑點才行 這些人真是貌功德心 離開這個趙繼華山的位置 剛才我們也要上來 然後來到這個位置打卡 然後到那裡看風景 然後沿著這一邊走 這一邊下來,接回衛逆順 究竟是否崎嶇,難不難閒經 還是能不能住在島呢 待會讓他自己描述給大家看看 現在控制得相當不錯 現在離開這個山頂的位置 就五點三個字左右 走回去衛逆順 就應該大概是五點半至五點九左右 日落時間是六點鐘 希望可以在衛逆順上 看到一個紅霞景色 然後就會沿著這個嶺南古廟那裡下山 即是把環境的墳場旁邊的樓梯上去 那個位置下山 就不過魔鬼山那邊了 今天只玩這個照鏡環山 穿回到另一邊 看見一個開陽的景色 那邊的就是魔鬼山 你去過了嗎? 忘了 忘了 華人墳場後面呢 有一條山徑 沿著海水渠 落到這個位置 旁邊有一條山徑 落到鐵絲網 旁邊 警察能不能處理到呢? 可以的 先看看吧 這裡就是 將軍路華人墳場後面的鐵絲網 這個直去我記得是OK的 但就踢手踢腳 那這裡有一段低一點的山路 跨回到另一邊 小心點走 走 現在就 剛剛時間了 五點多鐘 沒有什麼日光 照下來就灰灰暖暖暖 這段很骯髒 其實沿著這裡下去都OK的 但一路走的時間 感覺比較密密一點 今天我又沒走過 到最終決定 回到鐵絲網旁邊的位置 而沿著鐵絲網這一段 之前我走過的 因為知道很糟糕 有點骯髒 所以就想走下面的路 誰知道都是差不多 這段就相對的糟糕少少了 但是那一段仔 不太長的距離 沿著這個墳場後面的鐵絲網走 這段仔就不得意了 要踩著這條水管走 OK 處理到嗎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慢慢離開鐵絲網 這裡有絲帶 還有幾條絲帶 路是清晰的 OK 其實我們不走鐵絲網 向下走都OK的 不過那裡剛才 有少少少骯髒立塔 誰知道這邊也有少少骯髒立塔 差不多 很糟糕 OK 你看看 這個小樹林 很多絲帶 有橙色 有黃色 有紅色 前面還有一條藍色 是呀 應該是可以通得到下來的 那裡都有絲帶 OK 樹徒同歸 聽到有人聲的了 現在出來另一邊的方向 看回看 魔鬼山 還有油塘那邊 鯉魚門 還有對面海 剛剛太平山頂被霧遮住了 可惜今天天色一般 要不然這位是很漂亮的 好了 來個護望鏡 剛剛從這裡走下來 有一條繩子 引進去 驚人 剛才說外面這個 像是海市神樓 多過落河的美景 看回看這個 這麼狹窄 這個就是維多利亞港 左邊是香港島 右邊是九龍 這位其實看出來 真的很漂亮 可惜你今天 無緣和美景 想看美景 看回我之前拍過的畫面 好 先聊一下 從剛才的墳場旁邊 開始落山這樣計 落到惠益順境 接回的路段 大概是140米左右的距離 落山向下移 其實呢 之前這個接近環山 我拍過一次片 我記得有留言說過 這個山 不太值得走 有些骯髒骯髒的感覺 和是墳場的後山 其實就是有點骯髒的 亦都是墳場的後山 但本來我覺得 那個山勢 或者那條路 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尤其今天走了奧景路 那邊上來 我覺得那邊上都OK 除了一條很隱瞞的奧景路之外 去到惠益順境路 開始正式上山來計 是OK的 至於你說乾不乾淨 靚不靚的路 其實有沒有行山隊 那些有心人 可以狠條路 整整整條路 這裏沒有 少人玩的 就自然會吵架 上山頂墳場後邊的路段 沒有人打理 就是吵架少少 撇除了如果真的有人 整理一下 其實那條路況 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而在我們坐在山頂 聊了一會兒 大概我們逗留了半小時 也有兩個人 在不同的方向上山 證明都並不時是冷門 沒有人走的山 而如果像我們今天這樣 順著方向走 就是那邊上這邊 剛剛這個位置 下山的位置 其實看的景色是非常之美 不過今天天色差 就沒辦法了 接上去衛奕信徑 很快便到 看看 就是這個位置 衛奕信徑 看看經理如何處理 這個路口位置都很明顯 印象中 在這個衛奕地圖上 顯示 是有兩條路 可以接上去這個 照近環山 這是其中一條 好 上山的時間 經理不是很滿意 這個行程 就是說我又走了 放飛機 那裡有白行 疑暗 剛剛下山之後 他又疑暗 說 短短的走這些路線 就好了 不用走那麼長 OK 那就好還是沒有 應該不放飛機 直接在奧景路上就可以了 好 一路走來這個位置 又是很開陽的位置 又是看回墳場那邊的方向 不用在那裡只有2個 2公里 這裡也看到 哈哈 這裡也看到 好 在這個開陽的觀景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可以到華人墳場那邊 前面的分岔路 我們就開始下山了 所說的分岔路出現了 可以繼續延續偉契信徑 這裡有個很清楚的牌 OK 我們在這個 往游塘方向的路口 下山 從這個路口 下回到這個 將軍的華人墳墳墳 路口位置 大概是600米左右 這條路對我來說 是熟口熟臉 大概好像一個星期 之前 玩雷里就在這裡上來 OK 那時候我是沒有實心做功課 我不知道原來是上來的 這個位置 我還以為是堆住前面 華人墳墳墳路那邊上 原來不是 是這裡上的 而這裡 其實也是一個框 就是很多遊塘區的 粗山朋友 可能這裡上 然後魔鬼山那邊 沿著華人墳墳墳墳那邊 或者調轉一個框 都是一條短短的 挺好的操練路線 而這裡 也是一條正的撤退路線 我們一下去 就是600多米的距離 這裡有個屋 這間不知是什麼戰士遺跡 還有什麼東西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是不是屋 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無緣無故有什麼 都是一些 會拍照 很漂亮 你試一下 發揮一下 好 在這個位置 剛剛拍照之後 我被人說我按摩摩 再掃一下 原來這裡是一條山徑 再看一看 這裡原來有一個洞 莫非這裡曾經有礦場 有一個洞 好 好 之後再研究了 走了 因為有蚊 好了 離開樹蔭路段 開始高慢一點 這個位置 嶺蘭古廟 OK 看到這座野 就沒有多遠距離 就接回大佬了 趁了小日光掃的鏡頭給大家看看 這裡都好像一條荒川 這樣的感覺 這裡值得 有時間再來走一走 因為上兩次來 我大概就是這些時間 或者再晚一點 就下山 其實就看不到什麼的景致 剛才再細心一點看看 在我一落山的左邊 其實也有很多的洞 小徑 那樣的 像是過往有一些歷史的地方 有機會可以值得探索 這一堆附近的位置 應該找到一些東西玩一下 再看一看 這些山頭都像是有一些 村落的遺跡位置 看看這裡 又有一點點的建築 在這裡 而右手邊下面有一些 樓梯級 有一些石坡 真的像一條古村 不知道有沒有些師兄師姐 知道了 有分享一下 讓我認識多一點點東西 OK 看到下面的地盤 我們離開這條山徑 跨過這個地盤 就下山了 趁還是一些不用戴口罩的路段 做個簡單的總結 可能很有趣 可能拍出來一個綠色的隧道 OK 這條山路呢 短短的幾公里距離 雖然短 但是有一點點難度 前半段奧景路那裡 是有一點點卡 要找對的入口 而在奧景路那邊 上趙近環山 是一條漂亮的路 如果是處理不到難的路 沿路上沿路下 是沒有問題的 OK 而在趙近環山 下回衛順境那裡 是有一點點崎嶇 但是很短 不是太長 你只要小心肯試的話 我相信大部分都能處理得到的 如果你是很謹慎 一些石屎路才能處理得到 那就不要走那邊 OK 但是一條短短的山景 幾K 經理都收貨的話 應該都大家都會收到貨的 好啦 出來的位置是這樣的 鯉魚門村的附近 又拍下又拍下 短短泰蓋四公里範圍以內的途程 應該都不算太難處理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短片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的頻道 還有Shop給興趣 和恆山教育的朋友 影片回到這裡為止 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上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